大家好 从这个开始呢 我们开始学习ES9 也就是ES2018 新的特性 我们看一看 在这个版本当中 又为我们的ES 增加了哪些好人的方法 首先呢我们学第一个 叫做 义步迭代 叫做Full Await Off 我们一个一个看啊 首先 义步 这个我们熟悉 因为前面我们详细讲过 同步任务和义步任务 到底是如何执行的 对吧 然后呢 下面这个迭代 其实我们也熟悉 因为之前我们学过一节课叫做 Iterator 在ES6里面 对吧 一节课我们学习的内容是 如何让一个 不可辨列的元素 也可以辨列 迭代我们也熟悉 那大家再看 Full Off 这个我们也熟悉 一般我们用来辨列我们的数组 或者说 如果一个结构 可迭代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Full Off 去辨列 对吧 Await呢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学过 Async Wait 它是一个 义步操作的解决方案 对吧 所以我们能够发现 当前 这一节课我们讲了很多知识点啊 好像都是我们所熟悉的 对吧 那这节课到底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内容呢 我们一起来看代码吧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啊 这是第五章第一个例子 所以说我们叫 5-1.js 然后呢 同样的 在入口文件当中 我们把它引入 5-1 在ES6当中 我们学过一个叫做 Iterator 迭代器 对吧 另一节课呢 我们讲过 对于一些结构 只要它符合两个协议 那么 它就是可迭代的 大家记得是哪两个协议吗 第一个 叫做 可迭代协议 它指的是 对象上面 需要有 Symbol.Iterator 这样的属性 这是第一个协议 第二个需要遵循的协议呢 叫做 迭代器协议 指的是 当前必须返回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必须有一个 Nice的方法 Nice的方法呢 又返回一个对象 在这个对象里面 有一个Value的值 有一个Dung的值 Value表示的是 当前便利 所对应的那样一个值 而Dung呢 表示的是 便利是否结束 它是一个不而行的事 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只要当前这个结构啊 遵循这两个协议的话 那么 它就可以用Full Off 去便利 是吧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 比如说 当前我有一个很基础的结构 它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呢 有几个值 比如说包括 ES6 ES7 ES8 和 ES9 OK 当然 数组本身默认情况下 它就是可别利的啊 然后呢 我们用前面学习过的知识 我们再把它复习一遍 大家看 首先我们视频应该有一个 属性叫做 Symbol.itreator 然后呢 它是个方法 所以说需要等于一个方式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定义一个当前的一个下标 因为当前如果它是可便利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一个一个去取值 对吧 然后呢 它返回一个 对象 对象里面有一个 nice的函数 在nice的函数里面呢 是不是又返回一个对象 当时我们写的是去判断 当前一个一个取的时候 对应这样一个索引或者我们的指针对吧 当时 然后呢 和当前 数组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判断当前这个值 如果 小于 这个数组的话 那是不是说明 当前我这个值没有取完 那怎么办 我们在这边 是不是可以返回一个对象 对象对应的ydu的值呢 就是当前数组里面 下标 数组对应的值 当然下一次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加1 然后呢 对应的当的值 如果没取完 是不是应该是个false 对吧 我这是一个三元运算符 否则呢 否则指的是当前这个下标 等于或者大于这个长度的时候 是不是说明我当前这个 已经取完了 对吧 那取完的时候 我返回的ydu的值 对应的应该是一个 按你犯的 然后呢 当应该是一个处 OK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使用 full off循环 去变利当前我们的ar 然后呢 里面的每一项 我们叫做item 然后我们输出 这样一个item的值 OK 大概取到了 是不是就输出里面的每一项 当然 数组本身就是可变利的 我们只是用通过这种方式呢 复习一下我们的语法 并且引出 今天我们学习的下面的语法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其实当前这种迭代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认为叫做同步的迭代 什么同步迭代 大家看 当我这个迭代器这个方法 进行返回的时候 我们当前返回这个序列当中的一个一个值 其实它每次要返回到下一个值和当值 这个状态是不是其实是已知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前面学习这个迭代器 只适用于表示这种同步的数据源 当然这个同步值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同步逆步 那个同步的意思 但是呢 现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需要去处理一些逆步操作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现在GS越来越复杂 其中有一部分啊 就是因为现在的很多任务都是这种 逆步任务 或者我们叫做逆步操作 因为这种逆步操作 我们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执行完 我们需要等到一个逆步操作执行完成 再去执行下一个逆步操作 大家看 比如说在这书图里面啊 我想放入的是一些逆步操作 然后呢 当我通过Full Off循环编例的时候 取到每个逆步操作的时候 都等到一个逆步操作执行完成 再去执行第二个逆步操作 执行完成 再去执行第三个 这样一个顺序执行的逆步操作 那用我们现在这种方式能解决吗 我们试一下啊 大家看 我先把前面代码呢 先注视着 我们看一下 由前面这样一个同步迭代 如何引出一个逆步迭代 那仔细看哦 比如说我当天定一个方法啊 叫做GetPremise 其实通过我这个方法的名称 大家也大概能猜到我这方法要干什么 它是不是想返回一个NewPremise 这样一个实力化对象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后面有一个Result 还有Reject 这种写法现在大家应该都是熟悉了 对吧 然后呢 我里面还是写一个逆步操作 我用一个SetTimeMount 表示我们的逆步操作 这个时间呢 我不想给它写死 我想作为是传递进来的 比如说当前这个函数啊 可以传递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呢 就表示逆步操作所对应的这样一个时间 OK 当然如果这个逆步操作进行完成啊 我希望它调用Result 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Time 作为Result的参数 把它传递进去 大家看 这样的话 当前我这个GetPremise里面 是不是就是一个逆步操作 对吧 然后呢 还是前面这种写法 大家仔细看哦 比如说 我Cons一个AR 它在那些数据里面每一个值啊 并不是我们写死这种 普通的这种字符串啊 而是一些逆步操作 大家看 我呢 首先调用一下GetPremise 传递一个值 比如传递一个1000号标 表示1秒 然后呢 我再调用一次 比如说再传个2000 我再调用一次吧 再传个3000 OK 大家看 这样的话 当前我这个数据里面 对应的是不是就是三个 逆步操作 大家想一想 如果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当前啊 不去自定义编辑器 我直接使用最基本的方式 比如说封印完 然后呢 Let一个Atom Off 我们加一个AR 这时候 我直接输出我们的 Atom 大家看看 能输出什么呢 仔细看哦 大家发现 输出的是三个 Promise对象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每一个 GetPremise这个方法 被调用的时候 它是不是都反为一个 Promise对象 但是大家看里面结果 大家看 当前我们每个 Promise对象 输出的时候 它的状态都是 Pending 大家现在Pending状态 表示什么吗 表示的是 当前任务是在 进行中 虽然我们在代码第二九行 能够顺利的输出 三个Promise对象 但是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为什么 我刚才的需求是 我希望当一个 一步操作执行完成之后 再去执行第二个操作 当我循环变定的时候 输出的每一个 一步操作 都是按顺序执行的 也就是说 我当前Full Off这个迭代 我要等到 一个一步操作 执行完成之后 再去迭代 下一个一步操作 很显然当前 不满足我这个需求 因为每一个都是Pending 相当于当前 这样一个一步操作 根本就没有执行完 对吧 那如果我想对于这种 一步操作进行迭代 应该怎么写呢 我们呢 先把它放到下面去 因为最后我们的目标 是不是还是要用它去 循环变力 对吧 大家看 其实写法呢 跟上面这个写法 非常的相似 所以说整个结构 我就按照上面去写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对比着去看 它还是要遵循协议 什么协议呢 大家看 AR中号 之前我们遵循的 可迭代协议 是不是叫做 SIMBLE.ITREATOR 对吧 但是 我们现在需要遵循 叫做 一步迭代协议 它叫做 Async GETREATOR 大家注意 前面读了一个 Async 这个单词也很熟悉 叫做 一步的 对吧 然后呢 其他的还是一样 它对应的还是一个方法 比如说 跟之前一样 我们还是定买一个 nice index 表示的是 当前我取的时候 取到第几个 这样对应一个下标 或者我们的指针 然后呢 return 它还是要返回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呢 还是要对应一个 nice的方法 并且nice的方法 也是要返回对应的 value的值和down的值 这个和之前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它还是需要遵循 迭代器协议 然后这里面怎么写呢 大家看 return 我们还可以判断 我们判断 当前这个index 和我们当前ar的长度 它们间的关系 如果小于它 那么 我是不是还是返回一个对象 对吧 但是大家再看 这时候呢 我对于这个地方 需要有一些改动 如果当前我们nice的值 小于当前数组的长度 是不是说明 我这里面的一步操作 还没有执行完 对吧 还没有取完 那这边呢 我们就在resolve的时候 给它直接返回一个对象 因为刚才我们说 可接待协议的话 是不是应该返回一个 value的值和一个down的值 比如value值 我就对用一个这样的 传扰的time时间 down的值呢 没征兴完 那我就传递一个false OK 所以大家看 当我这边 如果小于它的长度的时候 那么 我是不是只要从ar 然后呢 nice取值就行了 然后每一个是加加 对吧 否则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是 返回一个对应的 promise点 resolve对象 然后呢 resolve对象的里面 传递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对应的是 vide的值 是一个 andifin的 然后呢 对应的down的值 是处 表示当前 执行完成 大家记得这个方法的作用吗 它是不是相当于是promise的一个 静态方法 它直接会返回一个 成功状态的一个promise对象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尝试一下 比如说这时候 我还是用这个for off循环 我们看看会怎么样啊 保存 大家从左边 你们发现 好像跟这些一样了 没有区别 对吧 大家注意啊 for off循环 它其实跟我们的普通循环差不多 它会瞬间执行完 它根本就不会去等着 你这个一步操作执行完 它再去执行下一个一步操作 它不会这样的 所以呢 在ES9里面 引用了一个新的 一步迭代器 叫for await off 这种循环的方式呢 会等到 当前这个promise对象啊 变成resolve的状态之后 再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这是不是刚好符合我们的需求 对吧 那怎么写呢 打算了 我们呢 定义一个方法 比如说 就叫test OK 测试嘛 然后呢 注意 当前我这个方法是一个 一步方法 前面需要加一个 async 因为我们前面 就学过 async的函数里面 是不是可以使用await 关键字啊 对吧 然后呢 大家注意 其实循环的方式还是一样的 只不过在for后面 我们给它加一个await OK 我们先看结果 当然 这个test的方法 我们需要去手动的 用一下 保存 大概这边 你们发现 先输出1000 输出2000 又输出3000 这时候 我们当前的这个循环 是不是等到上一次的一步操作 执行完成之后 再去迭代下一个一步操作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要的 对吧 我们再捋一遍啊 大家看 我们之前学的这种迭代器方式 它是有这种同步操作的 今天呢 我们学的是这种 一步迭代器 因为当前我们每个操作呢 都是一个一步操作 我希望是当去迭代这个结构的时候 一个一步操作 执行完成 再去迭代下一个一步操作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认为一个新的属性 叫做Symbol.async 它相当于是一个一步迭代器 然后呢 它尊重的规则还是一样 还是要返回一个对象 里面有个nance的方法 然后呢 返回对象里面 具有value和down 整个这边代码 其实跟我们之前 没有区别 只不过呢 当前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去项 然后呢 如果小于它的时候 我去取AR里面的 每一个值的时候 大家看 我每一个值返回的设备 相当于是一个promise去项 对吧 然后呢 当循环便利的时候 也就是一种新的便利方式 叫做 Full Await Off 这种便利的方式呢 就是等待 promise去项 变成resolved的状态之后 再去执行下一步 或者说 它会等到一个逆步操作 执行完成之后 再去取下一个逆步操作 所以我们能够发现 当输出的时候 我们再刷信一下 大家看 它并不是马上输出每一个 对吧 而是一个逆步操作 一个逆步操作 一个逆步操作的 去执行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呢 这个 就是这节课 我们需要学习的内容 在ES9里面 引入的一个新特性 叫做逆步迭代 我们新学习了两种写法 一种叫做 Full Await Off 它的作用是用于 迭代一个逆步操作的 对吧 然后呢 又学习了一个新的属性 叫做 Symbol.Athinque Itrator 之前我们在ES6里面 学习的叫做 Symbol.Itrator 对吧 没有Ithinque 这怎么加了Ithinque以后 它相当于是一个 逆步的可迭代协议 OK 所以呢 以后在项目当中 大家要区分好 如果当前这个迭代需求 是一个同步的 那我们是不是只要用 Symbol.Itrator 然后呢 这种可迭代协议 最后迭代完成以后呢 使用Full Off循环 就可以 对吧 这是针对同步迭代去说的 但如果 后面的项目当中 我们使用到这种 逆步操作迭代的话 那么 对于可迭代协议 我们是不是应该 使用这种 逆步的这种 叫做Symbol.Athinque Itrator 当然 迭代的时候呢 也不能简单使用Full Off 而应该使用Full Aweight Off 这种循环的方式 这个呢 就是这节课 我们学习的 关于ES9的 第一个形成性 叫做 一步迭代 那关于ES9 其他形成性呢 我们下节课继续 大家加油吧